脸书百万粉丝的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罗志强 20号在县政府开讲百万网红不是梦的青年励志故事 吸引了许多人前往参加 金钟奖金取奖双金得主的长笛音乐家华佩也集信演出 他在会中也带来国际级的长笛音乐饗宴 为励志演讲活动增添了温馨与光彩 首先开场是由长笛百变天后音乐家华佩 特别专程前来画链共享盛举 演奏精彩的难度极高的金句曲目斗法 结合长笛马来西亚音乐 画家吹奏技巧出神入化 让全场为之惊艳 现场许中卫表示 今天是相当的开心 应邀参加由县府七八中心与东华公共事务研究学会 合办七年地质讲座 尤其是在现在的政经环境这么的 这么的纷扰 而院长又长期以来 关注全球的政治的氛围 或者是政经的状况 我想今天由博院长 也是曾经是总统府发言人 更是总统府副秘书长 也是现在的中华民国 中国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的院长 也是台北市议员 我相信身兼处职 而且他一直以来就是坚持做对的事情 不幸风雨换不回 希望做而言不如起而行 而让大家不要再相怨 不要再沉默 勇于发言 看到现在的政治的氛围 以及整个国际的乱象 那也希望用他的脸书推播 还有到处的街头演讲 以及在他环游世界的同时 将他所见所闻 所感触到的 给予我们台湾目前的年轻人 给他们希望 给他们很多很多的看法和建议 而这次罗志强院长 由田理事长申请邀请 在百万当中回到花莲 向东台湾青年朋友们分享 从环境世界 站街头演讲 再回到百万网红的亲身体验 补出精彩的青年励志故事 展现创意 精彩生动 励志人心 建议情操力量相当感佩 记得喜欢黄思伯老